要數這次巴黎奧運中最受注目的中國隊選手 就一定是以破世界紀錄的成績 湧奪自由泳100米金牌的潘子洛 他近日接受央視記者的訪問 分享他對選手穿伙食的評價 選手穿的住宿條件 都不是第一次被人談的了 這個男子100米貝穎金牌得主 來自意大利的績桿 也曾批評選手穿的伙食餐 裡面沒有冷氣 令室內的溫度很高 他近日也被人拍到在公園的草地上睡著 不知道他是否撐不住選手穿的惡劣環境 寧願選擇睡公園也不回去睡呢